hello 大家好本田老刘 老刘这一期带你们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什么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来学习一下保修方面 还有一些油液 像这个油液的更换的一些周期 还有一些使用条件 怎么样正确的做到定期更换 首先我们在每个车上面 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随车资料带啊 资料包也好 资料带也好 老刘今天把自己的车拿出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在我们这个打开以后呢 里面会有一个 有个这样的东西啊 我们叫维修保养手册啊 维修保养手册呢 就是最好是放在车上 那么每次保养的时候呢 上面会登记信息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 很多车主 自从买完车以后 这个就没有看过啊 这里面有很多信息的 特别是车辆保修啊 城堡的一个范围 还有一些 呃常用油院更换周期 这上面都有 我来要带你们一起看一下啊 首先就是这样的一个维修保养手册啊 我以这个贯道为例啊 打开目录啊 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保修第三页 会看到一个整车自保啊 整整车保修期限啊 为三十六个月或者十万公里 就是三年十万公里啊 但是在我们的后面呢 在我们的后面呢 又会多出来一个一损一损号零部件啊 这个跟整车自保呢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 然后看到这边啊 比如说蓄电池是十二个月 然后机油滤芯空气滤芯 这滤芯内呢 是两个月或者三千公里啊 然后还有剩下的一些都一损金的 就是燃油滤芯火花塞 刹车片 离合器片 轮胎 灯泡 遥控器 遥控器电池啊 刮水器 就是雨刮片 保险丝 以及普通 机电器 这里面不含控制单元啊 这个是六个月一万公里 现在为准 所以说这些易损件呢 它是不包含在这个整车里面的啊 整车里面 就是易损零部件保修啊 这个东西 大家应该知道了吧 就是保修 它并不是说 所有的都是三年十万公里 保修啊 它有分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油业啊这个更换发动机机油呢仪表灯点亮或者六个月啊这个就是我们机油的一个有效期就是时间是六个月啊或者没有五千公里 那第二个呢更换呃添加喷油水清洁剂呢5000公里或者六个月一样的啊 那空气工条滤线二万公里 检查机器门检查器门间隙十二万公里 更换火花塞十万公里啊 然后更换房东业呢 是十年二十万公里之后每每十万五年啊十万公里或者五年 看清楚没有 这是 然后看这里啊我们今天主要看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变速箱油啊 变速箱油at的两年或者四万公里谁为你的也是两年四万公里 是吧分冬汽油看好啊分冬汽油也是两年四万公里叉速器油呢一年两万公里 一年两万公里之后看一下啊之后周期就变得很长了是不是 从十二个月一下子变到六十个月了是不是 就是说后插速箱油第一次更换最终要提前就是在一年两万公里 然后后面就变成六十个月了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什么 今天讲的重点在这里啊在重在这里啊 我们这个有一个恶力行使条件下的补充博养啊 之前我们这边说的东西呢 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下啊行使的情况下 更换的然后我们这边会有恶力行使条件下啊 这里老刘给大家稍微读一下啊 总共有ABCDEF A每次行使八公里以下或者在冰点以下的环境行使16公里以下 B在炎热35度以上的一个器官下行使 C持续怠速运转长时间和建议性行使 D行使在行使时在车点上安装行李架的啊 或者在山区行使的 D在零年多层或防洞路面上行使的 F每年行使超过两万公里或经常以高速行使的 这ABCDE呢都定义为恶劣行使条件下的啊 根据你的一个行使情况啊 然后呢我们这个ABCDE啊 EF上面都会标出来 比如说你有ABCDE的这种情况或者几个这种情况呢啊 说明你的油啊要缩短更换周期啊 比如说更换这个发动机滤芯器的就缩短到六个月啊 然后更换冰中箱油的就是每隔三万公里或者十八个月 三万公里十八个月就是一年半嘛 是不是好 这个这个老刘给你们看过了啊 下面我们来介绍我们的油啊 再介绍这个变容箱油 好我们这个 这个更换周期啊 这是厂家给我们的啊 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来做 厂家做这个呢 肯定经过多方面的一个考虑跟测试啊 确保没有情况问题的情况下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不要有质疑啊 定期更换就ok了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啊 编冻箱油 好我们在讲这个油之前呢 我们先说一下啊 本田的这个编冻箱到底到底有多少种 我们先讲at的啊 at的有 有最早的4at 然后5at 6at 还有后来的贯道 9at 还有本田自己的10at啊 然后呢 cvt呢 cvt我们基本上分为老款cvt 与新款cvt 当然滚动也要cvt 他叫e cvt啊 他叫e cvt 所以说cvt呢 又分那么多那么多 短啊 还有我们手动呐啊 手动呐手动呐就是5mt cvt6mt啊 但他油脂一样啊 只能分那么多多么天跟广西本年对应车型啊 你像那个 雅阁对应的是四伯瑞啊 我倒是对应的是爱丽生啊 大家自己对应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再说一下cvt啊 cvt其实就简单了啊 我们基本上就分两种 一种是老款 一种是新款啊 老款 就一种特型啊 第一代费道啊 那款新款的呢 新款基本上从14年 2014年以后 都称之为新款 新款变速箱 新款cvt变速箱 这个油用的是不一样 有区别 然后手动呐呢 手动呐主要就是580 跟680啊 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啊 时间关系 保留 下一期介绍这个油啊 我把这个油介绍一下